好 電力公司把電發出來了 最後終於送到你家裡了 進到你家裡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所謂的 配電的狀況 外面有一個22kV的就是在最外面 然後會進到你家門之後呢 會把它變成110伏特 然後它會有拉出幾條線 A跟B叫做所謂的火線 火線就是有電的線 有電的線 然後中間有條中性線 中性線基本上就是沒有電的線 沒有電的線 然後把它繞到你家裡去 然後把這些東西進到你家裡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火線就是有電的線 它會有110伏特 60Hz的交流變化 中性線理論上是它接回變電器接地 所以它電壓當作是0 所以是所謂我剛才講沒有電的線 沒有電的線 所以可以摸 它不會觸電 它沒有電 它沒有電 所以剛才會有東西base它 那麼如果你的拉出來的線 去接兩條火線 接A跟B的話 你的電壓就是220 如果你接A跟B的話 你的電壓就是220伏特 如果你接的是A跟N或者是B跟N 就是你接的是火線跟地線 就是所謂的110 你接火線你就是110伏特 但是像這樣 先進來 先經過瓦石劑 就是看你家用多少電的那個機器 叫瓦石劑 後面會提到它 經過你家的配電盤 你通常會在你們家的客廳 有一個鐵盒子 蓋子 蓋子打開就是那個 就是那玩意兒 一個配電盤 然後補開打開一個配電盤 然後裡面有一些開關 開關 可能一關會取到煤電的那種 或者剛才有這個浴室煤電 或關在那個廚房煤電那個 就是配電盤 然後再拉出來 到你家的各式各樣的插座 冷氣機的插座應該是220的 一般都是220的 然後或者是你們 一般的衣裳的插頭 或者是有那個天花板 不是有個燈嗎 燈有個插頭 就是要再做下去 都是110的 然後這樣做下去 把它讓配電拉出來 到你家裡面去 我們的插頭是一大一小的 有注意到啊 一大一小 應該是一大一小的 有注意到 正常情況之下 火 就要驗一驗起子 就是起這邊有個燈 如果你插在火線上有電 那個燈會亮 你如果插在中間上沒電 那個燈就不會亮 那燈就不會亮 就不會亮 OK 那麼這個兩個孔 小孔是火線 大孔是中心線 在當回講接地的時候有用 有有有用 大孔要接中心線搭過去 所以你的開關要放在火線上 開關要放在火線上面 有電或者是沒電 那是有電沒電的地方嘛 那有電沒電 開關要放在火線上 好 那可是我們台灣同胞太聰明了 我有買過那個插頭是一大一小的 所以呢 你插上去的時候一定要插對 否則就放不進去 可是可是那個才是對的 可是台灣人喜歡做兩插頭是完全 一樣的 怎麼插都OK的放進去 這樣做其實是不對的 這樣做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你該有電就該有電 該沒電就應該要沒有電 所以呢你插本來台灣都做一樣大 所以怎麼插都放進去 這樣做其實是不對的 當然會極大 這樣會容易觸電 所以有人撞到的時候也亂裝 撞到的時候你就沒有注意 就亂裝 這個我們老師以前有講過一些故事 就是因為亂裝 然後就害人家觸電 甚至會再見 為什麼 對 大家再見 就是因為沒有把這兩個分清楚 沒有把這兩個分清楚 兩個裝板 兩個裝板 所以這其實是錯的 其實是錯的 不過我們台灣同胞太聰明了 都做一樣大 亂插都OK 但是我要買過那個插頭是不一樣大的 就是一定要插的對 他才放進去 OK 好 我們這個東西 如果你裝的是對的 外殼如果是接要接到中心線 就沒有電壓 你碰到了你也不會觸電 可是如果你接錯了 就會有電 你就會觸電 就會發現觸電的事情 你接對了就不會 你接錯了就會 就會快做 就會快觸電的事情 甚至不需要直接連過去 你的電會有 但我們國中不交電容 國中不交電容 可能那個電容裡面 繼續電荷 也一樣 會有觸電的狀況 那麼這個靜電 這個我前兩天在家裡 不知道為什麼 我家那天非常怪異 我一直被電 我那個電腦 一直被電 我只要碰他就不電一次 碰他就電一次 碰他就電一次 然後我有看到學生抱怨說 懷念台北市 潮濕的天氣 他一直被電啊 潮濕比較不會被 比較沒有靜電嘛 他說懷念台北 我沒想到我會懷念台北才是潮濕 因為他一直被電 被電 被電 所以 你就容易有電啊 碰到就會觸電一次 但是通常這個電喔 通常電一次電一下就好了 不會怎麼樣啦 碰一次 電一下 然後就電跑掉 再摸一次就OK了 再摸一次就OK了 就不會有事了 但是如果他 如果他是直接電到阿蒜 那就不一樣了 然後如果是感應了 就會碰他就沒OK了 所以那我們通常 我們的插頭只有兩個而已 兩孔就好 可是像很多像電腦 不是說三孔嗎 多一孔也是多一個做個接地的動作 接地 當然會叫接地 就是讓他那個避免漏電 產生的危險 在後面會提到他 提到他多一孔 讓他去徹徹底底的保證接地 保證接地 這是香港的插頭 你知道跟我們不一樣嗎 這個黑色的或者是藍色線的中性線 黑色藍色是中性線 紅色的 紅色這個線就是火線 然後綠色或黃色就是接地線 然後呢 如果你都接對了 OK了 你就會減少觸電的危險 所以讓各位了解一下 家裡電源 你要比較知道是說 你怎麼樣接是110 你怎麼樣接是220 OK 這是比較會要問的問題 了解一下家裡的配電的狀況 OK